第十九題 一个带有静电的带电体 其所带电量不可能是下列合者 我们知道 东西应该是正常都是电中性 因为直指数等于电子数 而之所以会带电的原因 都是因为得失电子的关系 那我们都会得到整数的电子 或失去整数的电子 所以物体的带电量 一定是基本电量 也就是一个电子的电量的整数倍 那么A选项说0.07酷仁 因为这个比一个电子电量大很多 所以呢就是有可能的 第二个B选项 1.6乘以10的-12酷仁 那么我们知道 一个电子电量是1.6乘以10的-19酷仁 那么这有10的7次方倍 这个是整数倍 也是有对的 那么有0.3mol的电子电量 那0.3mol也是一个整数格 所以呢也是有可能的 诸选项32.5格 基本电量就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不会有0.5这个状况 它一定要是整数倍 所以第十九题问我们说 所带电量不可能为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要选租 不可能是32.5个基本电荷